好,回到第二節,又到我們今天的專題 今天我們的專題是這架戰機,叫做JAS-39 為什麼J戰不是大陸的J 這個不是大陸的J,但都很J的 這架叫英斯戰機,有很多名字 不過我覺得英斯比較有型,英文叫Gribben 這個就是一個... 我是說Eagolion 不是Eagolion,Gribben 這個就好像是他們的神話中的神獸 好像是英投私生 所以都相當突然 因為總公司的目頭就是英投私生 沒錯,這個叫做英斯戰機 這架其實都相當正的 這個就是瑞典國防的一個產物 基本上瑞典國防其實都很厲害 為什麼呢?因為瑞典的國家長久都是一個中立國家 無論打一戰、二戰,其實都不是怎樣窩困入面 以及二戰其實都是親得的 但是理論上他都沒有被戰火波及 他相當厲害的 你看到他旁邊的鄰國都淪陷了 沒有,他舊老闆丹麥 全部都被淪陷了 所以基本上瑞典做國防 或者做戰機的事其實他們是相當獨立的 而瑞典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他旁邊那個 要不就是俄羅斯 要不就是蘇聯 要不就變回俄羅斯 芬蘭 對,隔了芬蘭 隔了芬蘭 隔了芬蘭好些 但是因為另一個鄰國就是俄羅斯和蘇聯的威脅太大 所以對他們來說,他們又需要國防自主 因為他們不太想依賴英國、美國的事 為什麼見到鄰國呢? 所以你不要看細地圖,不要在平面 如果你看歐洲或美洲歷史 在一個北半球看下去 即是北極看下去 那你就發覺其實是隔過海的 就是羅威、北歐、瑞典和俄羅斯 是隔過海的 也是 所以對於瑞典來說 蘇聯的威脅太大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發展這個鷹斯戰機的特性 就是它是短距起降的 就是它只需要500米就可以飛了 這部機很厲害的 當然它本身因為是輕型戰機 所以就不需要很長的跑道 但是為什麼它要500米起飛 要有這樣的要求呢? 就是因為其實它這個國家是很多山的 山區 還有很多森林的 所以對他們來說其實平地不多 還有他們最怕的是 蘇聯或者俄羅斯那時候 如果炸毀了它的跑道就死了 炸毀了 其實它已經不夠地方可以起機 好像台灣那樣用公路來做 是的,它用公路做到 還有它一樣好像台灣那樣就是山 開山然後戰機就可以躲在山上 然後飛出來 所以基本上它跟台灣是相當相似的 所以很多台灣的媒體都會說 台灣的國防其實就應該要學習瑞典了 不如買瑞典基算吧 瑞典其實人口是一個小國 當然國土比較遼闊 而且瑞典本身科技很好 瑞典人 瑞典人後代算不算 是 所以其實蠻好的 當然今天有個Term要給大家知道 有個叫做FMV 這個就叫做他們的國防物資管理處 這個就很棒 這個是國防部 under國防部的一個機構 它基本上已經統籌了整個 瑞典國防的資源要怎樣分配 簡直說其他地方叫做軍需局 類似 軍需局 當中其中一間最大的軍事公司 就叫做Saab S-A-A-B 這個大家可能有點熟 這個大家記得是一隻車 是 以前是分開的 以前的牌子都在一起 現在分開了 以前在一起 以前的Sarbo Scania Sarbo Scania Scania就是以前的Operman 那些是嗎 那些叫什麼 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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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頭 Scania 我記得 基本上現在瑞典的國防工業 Sarbo分了兩間公司 剛才Alex說 是完全不同 財政獨立的兩間 完全不同 做飛機這間真的厲害 其實很厲害 所以瑞典其實值得大家研究一下 我們就跟著這幾張圖 都給大家看一下 不同的面子 看到這架機其實都挺英俊 有鴨翼 它有鴨翼 所以都相當之正的 給大家看一下 好 跟著 這個就不同角度 看看 這部機其實現在都新增了掛電 它比以前的機型會好些 這個要輕微說一說 它原本在1997年 就出了AB型 A是單座 B是雙座 出了AB型 跟著大概去到2002 2002年之後 就復應了CD型 即是有在先進點 現在就準備發展 就叫做E型 以及F型 EF的時候 其實它原本是一個叫做GrippenNG 即是理論上 它首先會出一個NG型 NG型 其實慢慢就會發展 成為E和F兩個型 當然了 這裏就是一些草圖給大家看 不同的情況 你看到它的掛電 這部機因為輕型戰機 它大概是栽14噸 就是栽14噸 即是栽14噸 栽14噸 對 栽14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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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栽1噸 大概是6至8噸 然後這圖就告訴大家 現在有什麼世界空軍 現在在配備這架英斯戰機 包括瑞典自己本身 接著會有捷克空軍 接著會有匈牙利空軍 南非空軍 和泰國皇家空軍 這幾個國家其實都會用的 其實應該還有一個就是巴西 但是巴西會買最新的 E和F型 還有做不到藍載機 這個就是Alex 不要這麼快說 這個我們之後會說 我們接著再說一些這部機的東西 首先這部機 你見到音速可以去到兩倍 距離只飛就可以飛到3200 如果轉長距離 但是理論上它作戰半徑當然要縮一點 你沒有預算作戰半徑 大概700至900 700至900度 不是太遠 即是我們要剁一半再減一點 因為油光細 對 減一點 那你預算700至800度 或者900度 其實就算是輕型戰機來說 差不多 另外它飛行高度大概15,000米左右 其實不高 15,000米足夠用 即是戰鬥機來說 另外它爬升速度也不錯 55,000呎一分鐘 即是基本上它要飛一分鐘 就可以飛到它的上限 是 另外你看到它整部機 一個人或者兩個人 另外它的重量大概是6噸8 即是大概7噸左右 它再加上載彈量 總之Payload就可以去到14噸機 那真的很小 輕型戰機 很小 輕型戰機 但對瑞典的國防來說夠用 夠用 還有最重要是它要短距離起降 這個問題 大家看看詳細的機身 首先你看到 那個雷達 ES05 這個是新的 它以前的就叫做PS05 那個雷達現在的就叫做主動式的電子掃描 即是我們經常說的有源雙空震雷達 即會令到探測範圍會強些 還有令到它追蹤目標的能力會好些 然後你看到Cockpit 這個就是機艙 機艙一會兒都會說一下 那個數碼化有什麼好 然後大家看到Air Intake 這個就是進氣度 進氣度 然後大家看到27mm 這個是機炮 這個是機炮 27mm 不是不弱製式 這個不是的 很有趣的 因為它自己瑞典國防 這個好像德國做的 沒有這支槍 是嗎 不是他們自己做的 這個27mm 這個我想說單座位才有 是嗎 雙座位會沒有做 因為割了 因為雙座位長了 拉長了 那個位可能就直接割了 就變成雙座位是沒有這支槍的 然後你看到那些衛生系統 再後一點就是內內的油缸 還有你看到有一個叫做Electronic Warfare System 這個就是電戰系統 最後就是引擎 RM12 是歐洲人自己的 Volfo這個應該是瑞典國防 這個就是瑞典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General Electric 這個就是通用電器 用F414 不過他們現在兩個都會有機會 F414的推力都不錯 富豪用油出噴射戰機引擎 他們自己瑞典國防 有很多東西自己做的 都幾高到國產化的 其實基本上 但待會我們都會說 其實它都有萬國牌 很多東西都有不同的 它這個414不錯的 這個引擎 這個引擎 Number of Stations 這個就是掛載點 現在就10個 我沒有記錯 以前只有9個 10個也不少 其實輕營戰機 10個來說很多 10個多了 記得大黃蜂好像也是13個嗎 但是人家聰明 10個都很小 你看到它的栽彈 你看到都幾多 差不多了 對 它本身自己 如果輕的時候 大概是6噸多 7噸 都很輕 對 最大掛載 36,400磅 所以基本上你加了東西 大概是14噸起飛毒 OK 所以都是不錯的 好了 下一張圖主要是回到剛才的數據 我多看一點 是否有甚麼 讓大家補充一下 這個應該沒甚麼特別 這個也沒甚麼特別 給大家看看 下一張 下一張就是透視圖 大家好眼就自己慢慢研究一下 每個部分是甚麼 下一張圖 這張圖就是給國內朋友看 即是有些中文說回 又闊又雙眼那些東西 好 接著再下一張就說說它的設備 這張圖主要是跟電子有關 大家看到嗎 它是比較透視一點 是 所以你看到它的掛載點 是 例如你看到機翼最尾兩個硬點 我們叫做Hard Point 這個硬點 基本上你外面可以再掛兩支格鬥導彈 短程那些 是 那它們會掛甚麼呢 其實它們的選擇很多 它們可以掛AIM-9 這個大家很熟 短程的 30至50公里 另外它們你看到硬點 它們安裝了QRT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偵測 和一些無線電的發射 例如它們當中有些data link 這些有機會用不到 你看到尾翼 尾翼上面還有一個transmitter 它有前有後兩邊都可以用 天線 對 天線 主要是射一些高頻的 OK 接著你看到機身的中間 機身的中間 還有一個電墊的系統 放在中間 有一個低頻天線 它們有高頻低頻 兩邊它們都會收到 好 接著這個就告訴大家 其實它的機身是怎樣做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很複雜 真的有很多國家 其實主要你看到 都是那些歐洲朋友 所以你看到 其實很大部分應該是美國 很大部分是美國 這裡比較亂 有英國、美國 有德國 有瑞典 又有德國 但其實你看到 瑞典那支旗就是 藍底 黃色十字 你看到其實很多 core的系統 都是它們自己做的 這幅圖比較難看 我們看下一幅圖 是不是比較清楚 例如雷達是自己做的 他們戰鬥機機師看的螢幕是自己做的 雷達自己做的 雷達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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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的戰鬥控制系統 自己做 然後電腦自己做 另外你看到 引擎可以用美國 可以用WOLF 可以用WOLF 真的厲害 所以你看到 它的airframe 它的機架 機架就是 瑞典、英國和 這個應該是南非 有沒有記錯 Y字 南非 三個國家可以一起做 所以你看到 瑞典都很厲害 基本上 整部機器 很多系統都自己做到 它是一個小國 剛才不是說到機槍嗎 機槍德國做 其他就是英國、美國會幫忙 所以挺有趣的 法國好像也有 法國就是燃油系統 燃油系統 燃油系統 它的彈射是英國做的 Excape system 彈射是英國做 很有趣的 南非也有份幫忙 南非就是Audio Management 就是聲控系統 南非做的 現在很多戰機 基本上用聲控 都已經控制到很多功能 是嗎? 但是有一個功能不能用聲控 是不是Siri 可能是Siri 或者說瑞典語的Siri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們現在聲控 是不能控制火控 它們可以幫你瞄準 但是不能幫你發射 發射要用人手 都還是要 免得說錯話 或者電腦sense錯話 好 下一張圖 就會告訴大家 一些飛行的原理 是 以前的戰機 很多時候 他們設計的時候 首重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架機要四平八穩 即那架機的飛行 穩定程度要比較高 於是就會形成了 一個叫做CG CG不是電腦圖 CG是重心 重心 你見到以前的機 全部都是用Stable Stable就是左手面的位 左手面的重心 基本上會盡量找回飛機的側心 而且飛機上升下降 主要是用其他外力去做 但是現在就不是 現在戰機 例如我們之前說過陣風 說過台風 F-18那些 全部都是用右手面的設計 就是Unstable 即是飛機的設計 重心的取向 就不會以前很簡單平衡到那部機 於是會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機器會側馬變 即是可能頭重尾輕 頭輕尾重 但是有個好處就是 它要靠電腦配件 即是現在用擅長飛鴻 即是用電子去數碼化 即是說要用電腦去負責做這件事 計算平衡點 但有個好處 飛機因為不平衡 其實相對它做的動作 可以靈活點和複雜點 變成機動性會提升 當然操控性會比較難 但是因為現在有電子化 所以整件事又會好一點 計算得準一點 沒錯 所以你說為什麼 如果數碼化和不數碼化 那個戰機的影響性 是這麼高的意思 好了 下一張 好模糊 這個解像是一般的 是吧 說少少航電 這個就是IRST 光電徵收 這個其實是被動式的 主要就是它可以收到一些 來自外面的一些紅外線 一些的搜索 這部機其實它現在做這件事 IRST也相當不錯 你哪裏會見到呢 你就按下一張了 你有沒有發現飛機的鼻 通常有一塊像鼻屎 很多機都有的 很有趣的 這個東西 通常要是放在正中間 要是放在邊一點 通常有些戰機 會放在右邊 F-16就好像不是放在中間 F-16不是放在中間 但這部機應該放在中間 就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SITLEX 這個應該是瑞典國貨 是瑞典自己做的 這個可以的 後面這個就講過引擎 這個就通用電器F-414G 這個推力也不錯 這個推力應該也有 4萬磅 如果不用Afterburn 現在它最新這一部F-414 好過它之前的F-404 基本上現在的推力 是可以做到不開後延 都可以超音速 好厲害 這部機也挺厲害的 可以嗎 F-414就一定可以 好 接著再講 Alex還很喜歡那些機 噴嘴 還可以有此向推動 即是它可以變方向 是 Alex很喜歡這部機 是 這部機也有 是 這部機本身噴嘴也可以轉向 是它自己做的 噴嘴 不是引擎自己包圍 噴嘴大家就要看之前 噴嘴可能不是它做的 是 噴嘴有機會是美國幫它的 OK 變了它的變向就相當之正 是 你看到上下可以 是 左右 是 我們看這個F-22也是上下 它是上下 當然不是代表美國做不到左右 F-22為了隱形需要就不用左右 那這部機真的沒有機動性 不確的 機動性強的 而且它很輕 好 接著我們再講一下 航電一點 航電你看到 左手面和右手面 不是 一個大屏幕搞定 是嗎 很棒的 左手面這個 其實就是英C的C型和D型 CD型 你看到其實這個屏幕都可以 是 現在現代戰機都是差不多 就是三個屏幕 起碼你比蘇聯好 那些還是那些 好像麥錶一樣 你看到已經電腦化相當好 但如果你再看右手面這個 就是現在 英C E型和F型 正在用的 一隻屏幕搞定 對呀 一隻屏幕就搞定 相當之正的 好 我們第一節來到這裡 好